這個就函數做不到的 怎麼做呢? 就是請各位待會再多一欄 插入一欄 這一欄的名稱的話呢 就是部門 部門把它貼到這邊來 然後呢 這邊框線的話 把它重新繪製一下 一樣 這個好 然後框線內框外框 好,切框一樣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需要什麼? 變成Ls 就是橫向先這樣子 然後再縱向再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它的規則是 先 這個等於1 先放這裡 2345 就放在這邊 那當然 如果你要用Excel裡面的函數來解的話 那應該怎麼解? 部門歸部門嗎? 其實好像變你要做兩個 這個一個公式 這個一個公式 對不對? 但如果用VBA來就不用了 VBA 所以我說像這種複雜的事情 還是交給VBA也好 可是要怎麼做才做得出來呢? 應該懂我的這個邏輯吧? 應該懂我的這個邏輯吧 所以這邊過來就是人事部 這邊過來就是業務部 再把它的部門 因為常常會遇到的狀況就是 人家給人知道Raw Data 就是來源或者是原始資料 來源資料 都不是你要的 那你要的結果就是長另外一個樣子 那你必須把那個 你要的那個樣子快速的變出來 OK 那才有辦法做後續的報表 所以怎麼做呢? 那這邊當然 基本上如果用以示範函數 基本上是放棄的 因為即便做得出來也很複雜 但是用VBA的話 只需要多加個兩行三行 就是多一個邏輯判斷就可以了 判斷什麼? 你就要知道特徵 因為我們是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幾列 第九列這個固定 但是從第四 現在變成第八了 多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變重新框了 for i i 是一樣的 for j 可能把7變8了 然後再來的話 第一個要放什麼? 所以如果 當它 k 的值不用變 k 一樣等於2 如果說我們要抓部門的話 有沒有什麼特點? 所以這邊會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當它什麼? 當它的這個位置 假如應該是多少?2 再下一個 再加4變6 再加4變10 有沒有? 再加4變14 所以你會發現它有個規則 什麼規則? 就是 減掉2之後呢 減掉2之後有沒有? 都是4的倍數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把這個詞 把它減掉2之後 如果能夠被4給整除的話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 它的J是等於 J是第四欄的話 這兩個符合 那表示就不滿 不過這有點困難 但如果你可以做出來 表示應該 你基本上是OK的 以後要做複雜的輸出 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請各位想想看 待會我再跟各位講 這要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或者你也可以想想看 有用Excel裡面的 函數看有沒有辦法 想到比較簡單的函數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你用Offset看 Offset應該可以 但是我覺得Offset做出來的結果 也是非常冗長 所以乾脆用VB來寫 請各位先稍微試試看 待會我分享一下 我怎麼解的方法 OK 提供給各位參考 因為這一個地方的難度 已經又向上提升一個Label 所以等同有點像是 比較是屬於進階的這個階段 那所以其實進階 進階班裡面 很多時候 所講的又比這個 還要再稍微再困難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要 再學進階班的課程 建議就是那個 入門班的這個 部分的課程 一定要先熟練 然後再來銜接 可能會相對的比較 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挫折 不過理論上進階班 我還是一樣會把雲端白板 還有就是說影片會錄製下來 所以當然反正你照著操作 還有持之以恆 我想應該還是能夠在工作上獲得很多的收穫 OK 試一下 說多一個欄位的話 基本上理論它就是我剛剛講的第一個 如果它如果能夠減掉二之後 能夠被試整除的話 OK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它一定要是第四欄 如果這兩個條件符合的話 那就表示是要去抓取的四部門 反思的話 那就是跟之前一樣的邏輯 所以必須改幾個地方 一 如果我要把這個程式做修改的話 那修改的部分的話 我就是一樣把Visobet放這邊來看 那一樣這個範圍就把它清除掉 因為這個清除可能要 等一下改一下 規則吧 這個應該到區 D到區 H 應該是到H 應該是H 這個範圍 然後再來的話 修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九列 這個不用改 for j 的話 應該是第四欄到第八欄 OK 就多一欄 然後再來的話 空一格 Enter Enter之後的話 按個TAB鍵 如果 什麼條件呢 如果 K的這個詞 K現在等於2 意思說在現在是 在從第二列開始 那如果 K這個詞 假如等於2的話 應該是減掉2 K減掉2 K減掉2的話 它預設值為 2 那減掉2的話就0 空一格之後 能夠被四整除的話 能夠被什麼整除的話 你記得 用那個所謂的mol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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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意思說呢 前面的數字 如果除以4之後 的餘數 等於數 如果等於0的話 這個是一個公式 如果這一個公式 結果為True的時候 那表示 它是在 這個K 這個第一次執行 另外空一格之後的話 AND 第二個條件什麼 如果J等於4 意思說呢 是部門這一欄的話 這兩個條件 空一格 Zen 如果這兩個條件 為True的時候的話 我們就做什麼 Enter兩下 先打Else Else是反之 反之的話就下面做原來的事情 這邊打enderif 那我是建議 習慣是把那個 我的那個說牌 盡量先做出來 有沒有 反之就做原來的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 我只有多增加 一個邏輯判斷 if 反之的部分就放原來的 那如果 它這個條件就是部門 那部門的話做什麼呢 就是幫我把什麼 把 資料放在哪裡呢 放在Sales 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放什麼東西呢 放的就是 這個 其實拿這個來扣比較快 Sales 就是 Sales的 K列的 對不對 應該是不是B欄 應該是 A欄的資料 意思就是說什麼 我原來是第二列 對不對 2 那這邊的話 A欄值得是把這個東西 幫我拉到這邊來的意思 當我在下一個的話 還是2 因為這邊沒有K 沒有K等於K加1 所以你會發現 換到下一個之後的話 因為K沒有K 所以K還是等於2 K等於2的話 那變成說 它下一次抓的話 就變成抓B欄的東西 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寫完了 基本上我本來的想法是這樣 接下來就試試看會不會OK 所以接下來按F8好了 因為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我就建議你可以按F8 逐航來跑 那首先 第一個現在K等於2 沒錯 所以第一次應該是 而且J是不是等於4 等於4 所以第一次抓的話 這個條件應該為處 那為處的話就是 先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人事部的資料 放在這個儲存格 OK 然後換下一個 因為K還是等於2 所以再來的話 這個條件滿足 前面這個條件應該是 這個條件應該是處 可是後面這個的話 因為它等於5了 所以是false 那and是兩個都要為處 才會為處 所以這個時候會進到這邊嗎 不會 所以跳過去 Ls 那跳哪一個 跳這裡 也就是說 幫我把資料放到第5欄 那放什麼呢 就放入職時間後面這個資料 切完之後 丟過來了 有沒有發現 6月15號 然後K這個時候 就幫K加1 加1之後 意思是說 在抓下一列的東西 OK 那一次可以推 所以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全部跑一遍 OK 最後AutoFist 這樣子就大功到成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不過這個地方的難度 已經又向上一個黑幅了 所以如果細節部分 假如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我會把我剛剛寫好的這個程式 放在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我主要是增加什麼 這個本來是7改成8 然後呢 改這兩個 跟就加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未來 假如說你要做更複雜的 這種應用的話 大部分都是回圈裡面會加邏輯判斷 所以邏輯判斷非常的重要 OK 這個地方 因為我兩個條件都要為初 這個為初 跟這個為初 所以用AND 那當然 如果其中一個為初的話 就歐了 OK 大概是這樣 這個前面有做過類似的東西 只是說 要怎麼樣把這個邏輯寫出來 並且把它跟這個結合在一起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有把最後寫完的結果 放在雲端白板裡面的第四頁的地方 OK 當然這個範例說真的 你可以再練習的其實還蠻多的 我講過了 其實甚至你後面可以怎麼樣 剛剛是把什麼 資料先分割開來 變成四欄或五欄 然後後面其實還可以怎麼樣 再把這四欄或五欄 再合併成一欄 比如說我希望 本來這個是12345對不對 我希望把它再改成縱向的12345 這個再接到後面去 這個再接到後面去 變成什麼 變成一條龍了 這要怎麼做 OK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一條龍 也許 乾脆就是吧 不過這個永遠是 想得到的 其實都做得出來 只是說 怎麼做 合併 回一欄 OK 把這邊的樣式複製一下 複製到這裡 如果我希望在追覽這邊 1234 變成1234 12345 變成12345 再繼續往下 變成這邊一條龍的話 怎麼做 怎麼做 OK 這裡的話當然方法很多 不過我提供給各位簡單的方法 其實用for each來寫會比較快 for each的話就是跟他講說 for後面加一個 each的話是每一個 意思說這個範圍的每一個儲存格 幫我一個一個的抓下來 抓下來放哪裡 放到這下面 然後他就會一個一個的幫你放到這底下 所以 欸 雪山 所以沒辦法 就像這種練習 永遠沒完沒了 OK 但是其實如果你想得到 他都做得出來 表示你應該 是真的上手了 來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